华为 我们进去讲华为的问题 其实华为在上一段 我们其实有上一次我们其实有讲到 就是从2005年江品坤 那江品坤在2018年的12月去世了 那我想他的时代可能也就因为他的去世 而花下一个据点 那两岸的这个在通讯的这个合作上面 其实台湾一直有一个声音认为说 这样子可能台湾的个人的民众的个资 跟企业的个资担心说会被中共所掌控 那所以我们来看过去这些争议 在2012年的时候 事实上只有实话就有这样一个报道 就是说民众的个资呢 怕被中国掌握 然后认为说中国 华为侵入我国的电信业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是2012年的时候的事情 就是在来营执政的这个过程中 这八年确实我们各电信业者 不管是最主要的是有很大的官股的中华电信 或者是台科大 还有台湾其他的电信业者 他确实使用了 确实使用了华为的基地台跟核心系统 可是呢规定上面因为他是中资 所以我们一直他是被禁止进入这个电信产业的 那包括外资事实上也是有这个持股的比例的限制 那其实台湾对于这个事情规定还蛮严格的 就是说我们一直有这个党政军退出三台 退出这个跟电信相关的这种持股的比例 事实上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也在考虑就是说 时空背景的这个改变 所以这个党政军退出三台 党政军不能够在媒体 或是通讯这个部分的这个持股比例 事实上一直是有一个声音数号开放 所以也许我们将来数量汇流之后 这个部分是会开放的 但是中资的部分事实上一直没有开放 这就不想做什么 这里不是靠谱的 然后请起来 你可以这份想想想想想想想 gemacht 这个党政大使们 origin 吶瓶 比这个党政大使 对你